蔡震南人生走到北风北 社交恐惧不参加杀青酒 24岁蔡震南聚集金曲 金马金中三奖大满贯 背号却曾有段坎坷的过去 我从13岁流量到16岁 那有时候睡地下岛 有时候睡火车站 大概什么好人坏人贵人 贱人我都见过 22岁写出第一首歌 从此写出更多快聚人口的歌曲 他感慨 不像嘛 对真的不像 可是我做了 我不能求第一了 但求唯一 因为不能给你评评你 我就唯一你没法取代我 如今他形容自己的人生 来到了北风北局处于幸福状态 我回去就当老爷 他们都叫我老爷 我老婆叫我老爷 确实我是真的 喜欢早出来老婆不在房间的 我要穿内裤坐在床边 等她帮我准备衣服 因为我不知道穿哪一件 虽有老婆的悉心照料 但她仍常洗衣服用忧郁症药物 长达25年 因为我家听到朋友生病 我就马上忧郁症就来了 来了很严重 还有社交恐惧症 所以每次排完戏 我不参加撒星球 要做到你们看不出来 别人没有义务 看你唱歌的要痛苦 这样对朋友是不礼貌的 所以你要让人家看不出来 这样人家不会燃受 要不然他鼓励你 还安慰你 还不能说笑话 不能害朋友 索性他还有解套的办法 只要你觉得优异 觉得阴暗了 好我就安排打一场球 感到我服务 对 那一天就很快乐 我也不全活到89岁 89岁也没有 那是求活到 渐渐看他走掉就好 娱乐动新闻报导